那些反映基本上 由這一科設置開始 2021年 去到現在第一次的應考 其實考生都是用一個很平常心 弄讀的方法來處理的 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這一科第一 學不到東西 因為它本身是一個政治的灌輸 一些東西是一面倒 只能夠歌頌祖國 然後就踩低帝國主義 或者外國的一個方法 甚至乎是歪曲事實 告訴別人 香港明明是百多年的殖民地歷史 它就告訴別人 香港不是殖民地 諸如此類 所以其實有識見的老師 或者是懂得考試的學生的話 其實對於這一科 都是用一個冷處理的方法來處理 變成上課的時候 其實就是老師自己去到去說 說完之後下課就算了 都不會在教科書以外 來做很多補充的資料給學生的 學生也是會善用上課的時間 我聽了很多的訪問 因為我也做過一些訪問 有些同學說 要摸就自己上去IG 就是你自己上去IG 看自己想看的東西 要不就做其他科的功課 或者看其他科書的書 認真聽書的人有多少呢 就真的不知道了 甚至乎我在教育刺心裡面 曾經公開發出一個呼籲 就說 有沒有一些公社科的學生 是很喜歡這一科 很花時間來讀這一科 很稱讚這一科 覺得這一科很正的 麻煩過來 我想做一個正面的訪問 加上這一科 歌頌這一科 等了很多個月 都沒有人去應機 相反就是覺得這一科有問題 包括這一科 公社科的那些的遊學團 各種各樣的怪事的話 反而就接種而來 我也做了很多個的訪問 變成這一科 學生朋友 考生朋友 對於他來說的看法都是看得一線的 其實就不單止是考生朋友 例如坊間出開 這些天書 那些書仔 有一個系列 名字我不開了 就是三十幾塊 四十塊 有找的一些書仔 給你去應視前的前夕 當作基金書這樣看的話 科科都有出 唯獨是公社科就不出 我相信而知其實就是說 連坊間的朋友都會覺得 出這些書的話 其實是飄防讀藥 出來都無謂 那些同學其實讀這一科的話 都是虛應故事而已 其實我們不禁就要問了 就算一科多麼廢都好 那為什麼全民這麼一致 去看得一線 甚至不讀它呢? 或者甚至有朋友在社交平台裏面所說 或者接受訪問的時候說 這麼多年來 我只是在應考之前那一天 才拿一本書來揭解一下 那為什麼會用這樣的態度呢? 其實這件事情 除了是政治因素之外 是跟這一科的設計很有關係 因為這一科本身是整個所謂甲類 就是考評局那個DSE的設計 甲類24科的科目裏面 唯一一科 只是設兩級的評級 就是達標與未達標 那跟一個普通的DSE的甲類科目的話 那個相差是很遠的 因為普通的那些 譬如中英素啊 或者歷史科 地理科 所有這些科目呢 它是設有八級的 就是由不與評級開始 現在由這個level 1 一直去到level 5 流上 在於是有五星和五星星 總共是有八級 就是你付出多少 我就給一個什麼相應的評級給你 就是你的付出是會有收穫的 不會說你是五星星的成績 我給一個level 1的給你 沒有這些事情發生 所以你這個作為一個投資來講 你是有回報的 這個三年讀書的話呢 你只要給足夠的心機的話呢 成績是不會差的 但是公射科呢 公射科呢 公射科就算我當你那份卷是有難度 其實真的沒有難度 那一科這麼沒有難度的卷 就算你真的拿過五星星的成績 你都只是拿一個達標 那我幹嘛要花心機 花時間來讀這一科 這樣的廢科呢 我已經不講洗腦科了 這一科這麼廢的科 我幹嘛要花心機來讀 那所以從頭到尾 考生和學生用這種態度 對這一科的時候 根本就是教育局和考慮局 一手造成的災難 是你設計出來的 那為什麼他要這麼做呢 因為他明知道這一科 是沒有學術水平的嘛 他連你正反 互相博論都不需要 純粹就是 如果我們用了那個所謂的認知金字塔 那個叫Bloom Testonomy 由最底層的事實的認知 去到最後的話 你可以有個Application Evaluation 來評價那種知識的話 那種與錯真與偽 用在一個不熟悉的環境裡面 一個這麼高階的能力 其實是在這個知識的認知 和了解以上的金字塔的頂層 那些高階能力是完全沒有的 換句話來說 就算他的課程裡面所教的東西 假設他的知識是真的話 都只不過是理解的層面 他完全去不到一個應用 批判 和放在一個全新環境下 來使用這個高階的能力 所以這一科 完全是沒有大學入學水平的那種要求 所以這一科放在那裡的話 切頭切尾其實是一個政治上的需要 只不過是要搭眼來取代一科 他們視之為洪水猛獸的科 就是這個通識科 因為那個科由2012年的時候出現的時候 因為剛好過一年就是這個國教事件發生 接著社會國界就把這個通識科 就說成是社會動亂的根源 甚至是說出了什麼 類似的口號就是說 沒有通識科就沒有黃之鋒 這些激進的說話 甚至教育局是要被迫就辦 要聽從這個美腿 所以葉劉淑儀的要求 就要把這個叫做批判思維 改稱為這個叫做明電思維 這個是全球華人的一個 令他們驚訝的一個現象 這個critical thinking 從頭到尾 就算北京本身 都是稱呼為批判思維 為什麼你無緣無故香港這邊要改呢 這個其實就是一種極左思維 在香港的教育系統裡面 不斷滲透的一個結果來的 所以就 尤其是在這個反送中之後的話 教育界要刮骨療毒 所以就在一個沒有諮詢 令到全港的教育界 歐咀情況下 要踢走這個通識科 要急腳地 做一顆新的科出來 一開始的時候 甚至乎這一顆 叫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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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命名的科目委員會 就是連那個科的名字都沒有出 就馬上要做一顆新的科 然後整班人搭計來想 這一科叫做什麼名字好呢 這麼荒唐的事都可以做得出 所以這一科由頭到尾本身 你是看到很濃厚的政治干預的 情況操作做成結果 所以甚至現在竟然有人說 口顏無恥地說 這一科對於這個DSE的銀河沒有影響 今年是沒有影響的 但是慢慢的人看到這一科 就是一個香港這個所謂的國際城市 就是政治受渡得這麼厲害的時候 慢慢慢慢其實情況就會有變的 其實你會不會視之為一個政治任務呢 絕對是的 現在根本教育本身就是一個政治的 一個引領者來的 因為其實國安法裡面已經說明了 它是要防範別人犯國安 而教育就是防範國安的一個最重要的一方 所以為什麼要在香港裡面 大學搞國安都OK 中學都勉強 小學都算數了 幼稚園都要搞國安教育 這件事情是離譜的 所以它就需要放很多國安的繪盤 來給幼稚園的學生看 其實也有人給過這些資料給我 在刺針裡面已經跟它們介紹過 諸如此類 所以政治教育 洗腦教育已經是灌輸在香港 從3歲到22歲的教育裡面 全部都要做的了 所以甚至乎現在 現在每天都要升國旗 這個已經成為了教育裡面 最重要的那一部分 甚至乎就是當時刺針中介紹 報導的那一件事 就是中國人們在香港 國家的教育裡面 就會有很多資料 就是一些國民教育的老師 開了一個群組 裡面在那裡 一直帶放缺詞 毫無故忌這樣說 怎樣去做國安教育 甚至乎就是一些台灣出版的書 是不是應該全部要在圖書館裡 DQ它 因為台灣出版的書 裡面有一個版權欄裡面 裡面有一個叫做什麼 國家圖書 不知道什麼登記資料名 就是這樣的一個名字 那些人就說 哇 台灣自稱國家 很嚴重 我們學校圖書館就會將這些台灣的出版書全部拔走它 以免會有這個國安的言誼 有人就教路就說 我不用拔走它 你就用一些黑色的圖刻了那幾個字 然後再貼紙上去 遮住它就算數了 就是現在那幫負責國民教育 國安教育的教師 一天到刻就想這些這樣的糞便 來怎麼樣令學校不會防範 不會犯到國安 喂大哥 這些就叫做不務正業了 就是香港教育出之淪落到這樣的地步 以為了政治正確的話 是浪費這麼多時間來做這些這樣的事情 所以這個就是香港教育的一個眾生相 其實大家都看到 最搞笑的是 當刺針揭露了這件事之後 那個群組是狂山流言 然後相關的人 甚至要推出群組 不想讓人知道它是誰 那組織原始就何必當初呢 是不是呢 其實在公社科那個原生出來 就是說要去大陸的考察 現在不是小學 什麼中學都要去這樣 那幼稚園去不了 但是它幼稚園 現在我看 近來就說政府都有給一些津貼 給那個幼稚園 要從事就要認識那個中華文化 建立那個過民生不認同 這個是不是靈略的公社科 公社科其實就那種思維呢 其實因為先有國安國教的概念 然後各級的教育都要找方法來實施 高中的公社科 這是固執言最集中的體驗 然後呢 初中本身有一科叫人民及社會科 這科其實今年都要接的了 今年九月開始就要有他們初中的公民科 就會跟高中的公社科來涵接 為什麼要強調這一點呢 就是 所以說原本那個人民及社會科 是可以有這個對於中國的問題 是會有正反的認知的 比如說大陸的貧困問題 為什麼會造成這樣呢 你可以有正反的資料都可以放在這裡 但是接下來的公民科 就只能夠用唱 好像公社科那樣的樣子 用唱好中國的角度來認識中國的問題 所以片面的對中國的認識 以這種教學方法就要延伸到初中的做法 所以高中如是 其實你就不難去想像去到小學和初中的話 其實都有相應的做法 讓你盲目去認知所謂中國的偉大 所以這個就是香港接受教育裏面 一個不可以逃避的責任 我覺得最不分敵的地方就是說 喂 大佬 你要我去接受教育 那算了 沒辦法了 鬼鬼叫我在香港什麼 那是問題 你又要我現時去買教科書 這些書又是假的 這麼多資訊 那裡說一本成二百多塊的喔 高中公社科買齊 好像都要成六百塊的喔 那你要買這樣的書 又要接受這樣的教育 喂 很不值啊 大佬 但是現在連幼稚園都要管了 現在 一定要管 從嘩嘩找起嘛 所以當時的說法就是說 其實中共為什麼是土共呢 是打算放棄幾代的年輕人 就是由這個反送中運動開始 那時候的幼稚園 強力灌輸愛國的思想 讓這幫人是不會成為所謂的黑暴的來源 那這個說法其實在幾年前已經有了 那它實際上真的是這樣去做法 那所以就出現了很多的故事喔 就說有不少的家長 我不敢說很多 不少的家長呢就是當他聽到那個小孩回來 不敢說國歌的故事 不敢說國歌的故事 不敢去唱國歌的時候呢 就害怕啦 就要移民走啦 是不是呢 所以其實最終這個在學校裡面全面地 甚至乎在幼稚園已經要開始做這些政治灌輸的時候 究竟它的本質是一個國民教育啊 還是一個的移民工程 根本教育局是在做一個移民的agent 逼人去移民呢 這個就真的不知道了 嗯 其實那個 還有要去大陸去考察 其實前一陣子都有一些學生的套路 其實去考察的行程是很辛苦的 今天都沒有真的體驗到什麼 這樣 這是其中一個問題 辛苦 其實是辛苦的 因為尤其是如果你是 基本上全部都是 不是全部啦 很多都是一天團的話呢 很早出門口很晚才回到家裡 那順利乎我有個受訪者 我跟我說 就說在車上面睡覺都不給 然後那個老師跟他說 就是說 你平時上課的時候 都要聽書啦 你去公社的遊學團 你行程 看一下這個港珠澳大橋 多偉大啊 這些都是觀摩中國偉大的一個 內容的一部分 不讓他們睡覺 要他們周圍看中國有多偉大 所以整個團其實是充滿著起感的 如果你問我 那當然啦 其實去到裡面的話 尤其是對於那些 其實還未曾懂得聽普通話 講普通話的同學來講呢 而那個團也都只是安排普通話的導遊的話呢 其實是沒有任何效果的 那些人一邊聽會說 你講什麼啊 那些人就會脫隊的了 就會自己找自己想看的東西來做 所以其實整個效果呢 就是我們姑且不講政治的話呢 其實都是會大打折扣 所以其實他是判那個團出去給別人做 那當然人家用最便宜的方法 在本地裡面 隨便找一些普通話的人來講就算了 哪會每一個團都可以安排到廣東話的導遊 所以這些也是細節上面 他沒有去認真去考慮 導致到他可能付出了很多公帑 但是問題也收不回相應的效果 那樣 那份卷本身 我也寫過一些文章 大家可以上網去看 就是楊炳宇公社科 大家都應該可以看到一些資料 不過有些卷的話 大家都知道 就是很淺 甚至乎是淺過這個叫什麼 三年前那份考評稿出的試題樣本 其實還淺很多的 然後呢 但是最搞笑的是什麼呢 不知道以前有沒有 但是公社科這次肯定是有很多 就是說很多人是會準時離開市場 就是坐夠30分鐘就走了 所以有人在社交平台裡面 就開了說公社科早走報道團 就學這個報道二那樣 開個群組來的說 我報道啊 我很早走啊 這樣 然後說我還早走 可以去吃個早餐 這樣 然後諸如此類 所以大家可以去留言告訴我們 究竟當日是不是已經 很多市場都已經是 坐夠半個小時之後 陸續是有很多年輕人離開 讓人知道一個情況